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课程中学的是否过瘾 事实上我们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 已经接触了解了Converse关于图形绘制的近乎是所有的方面 但是大家不要着急也不要得意 事实上对于Converse我们还有一大块的知识没有介绍 那就是有关图像的方面 Converse非常的强大 可以帮助我们导入外部的图像 并且对于这些图像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在我的Converse系列的第三课中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两个例子 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加载一个图像 那么对这个图像进行一些图像处理上的操作 比如说进行灰度效果的操作 转换成黑白的效果 做成底片效果 浮雕效果 柔化效果 锐化效果 等等等等滤镜的算法 学习了如何使用Converse来操作图像 我们就可以将这些算法实时的运行在浏览器中 当然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想象力 创建出其他的图像效果 比如说在这个例子中 我对一张图片将其进行马赛克化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可以使用不同的精度 将一个图片进行马赛克化的处理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利用Converse的交互功能 使用鼠标来对一个图形的局部 进行这种马赛克化的处理 当然了 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学习更多的交互方法 比如说在一个Converse中 使用这种橡皮筋的方式 选取一部分图形 并且对这一部分图形进行相应的图像操作 那么在这个例子中呢 我就是将其进行一个马赛克的处理 有关Converse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讲 还有太多的东西能够让我们挖掘 只要我们有创意 有想象力 Converse都能帮我们解决 那么关于Converse图像处理技术 请大家关注Converse系列的第三课 如果大家有任何好的建议 或者是意见 也希望能够提给我 谢谢大家 大家加油